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波波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8号 星期一,奴隶 8月初四 今天的主要内容由 BMO银行关闭一项贷款业务 GTC地带站外打架 安省普特酒夜呼吁取消省税 北约克自行车车祸 加拿大盗吃案太多 安省小学教室举行罢工投票 周知会与福特会面 近半加拿大人成为欺赏目标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容 BMO银行关闭一项贷款业务 加拿大第三大银行BMO周六表示 该银行正在逐步关闭起零售汽车金融业务 并将重点转向其他领域 此举将导致数目不详的工作岗位流失 BMO银行在截止7月30日的季度中 零售贸易货帐准备金急增至8100万元 这表明消费者因借贷成本快速上升 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BMO银行在一项声明中表示 通过结束间接零售汽车金融业务 我们有能力将资源集中在 我们认为竞争定位最有利的领域 该行正在与受财源有影响的员工密切合作 为他们提供支持 在间接零售汽车金融业务中 银行向汽车卖方提供融资 而不是直接向买方提供融资 根据BMO银行8月份发布的财务报告 第三季度零售汽车业务贷款总额 同比增长约34% 利率的快速上升正在减缓 加拿大经济的发展 银行正在预留更多的资金 来应对不良贷款的预期增长 CTC地带站外打架 周六晚上多伦多开普顶地带站外 发生打斗事件 私人受伤 包括一名多伦多警官 据报道晚上7点20分左右 一名男子在该处地带站外的公共车站 袭击数人 警方抵达现场后 发现两人正在打架 一名警官在试图逮捕其中一人谁受伤 被送往医院治疗 无生命危险 不久后 一名男子被逮捕过院 他被控三项袭击致他人身体受伤 和拒捕等罪名 安省葡萄酒业呼吁取消省水 由于大人情之后的经营日益困难 安省让造葡萄酒的酒庄 呼吁取消在酒庄上销售的6.1%的省水 安省让友商 在最近的省议会记者会上表示 支持安省新民众党省议员计划 以秋季提出的一项司令法案 取消对酒庄征税 一瓶葡萄酒的价格中 有65%的是各种税 如果安省政府能够取消6.1%的省税 这将有助于当局行业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省内一名葡萄酒庄的东部透露 现在安省绝大多数的小型酒庄 没赚钱或者正在亏讯 提出这项一案的省议员则表示 该税不适用于外国进口葡萄酒 所以只会惩罚省内的事件上是不公平的 北约克自行车撤后 周六一名自行车手在靠近镜河分尺地方 被一辆汽车撞伤 多人多警察在中午10点左右 干的约克Woods Gate和Draftwood Avenue附近 有报警称现场发生一期车祸事故 自行车汽手被送往医院 伤势严重但不为一生命 涉事的驾驶员留在现场 加拿大到吃岸太多 加拿大保险公司在吃岸倒窃品体上 已经几乎无路可走 根据报告 去年汽车保险公司为车浪道歉 索赔支付了10亿元 其中安省干这些巡视的7亿元 2022年车辆盗窃驱事报告发现 安省的汽车道歉同比增长近50% 称这种大幅度增加是一个国家危机 保险公司知道索赔会推高保费 加拿大保险局安省临时副总裁表示 解决这个不断增长的盗窃问题 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些保险公司正在试图通过 对被盗车辆收取高额 盗窃付加费来弥补这些巡视 安省小学教师举行罢工投票 安省公立小学的教师将以今天开始 至11月17日进行投票 决定是否授权公会罢工 公会以实情调解 理由是谈判速度慢的令人无法接受 但是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将任何未解决的问题交由中裁员决定的提议 安省中学教师联合会再次同意在10月底之前与政府进行谈判 这将消除罢工的可能性 安省教育厅脑增足其他教师公会接受同样的协议 但遭到拒绝 安省应与天主教教师协会也将于10月18日至19日举行罢工投票 周智慧与福特会面 福特省长和多伦多市长奥利沃仇定于周一举行会面 这是自周智慧6月当选市长以来的首次会面 周智慧在竞选市长期间 福特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意见 如果周智慧当选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据报道 周智慧上任的第一个月获得了73%的支持力 而福特的支持率在本月早线时候 因为两份爆炸性的绿带报告而跌至历史最低点 近一半加拿大人成为欺诈目标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加拿大人大约49%表示成为欺诈计划的目标 与去年同期相比 2023年上半年原子加拿大 针对全球企业的数字欺诈企图增加了40% 电信保险和在线社区涉嫌数字欺诈的增幅最为显著 分别增加了400% 90%和75% 调查显示 在超过一万名接受调查的加拿大人中 有43%的人表示自己曾经成为欺诈的目标 有6%的人表示他们在成为欺诈目标后成为了欺诈的受害者 在接受调查的人中 有43%的人表示成为语音网络钓鱼的目标 41%的人经历过通过短信网络钓鱼进行欺诈 调查还发现 大部分人认为欺诈标升的原因是对贩罪分子的处罚性 应该大大增加对贩罪分子的处罚程度 汇率和天气预报 9月18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38.9元人民币 明天9月19日的天气预报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